看到機車衝過來 遠景以電擊槍對騎士 熱令熄火下車 騎士已經停下來 但遠景還是很激動 問他是不是要撞自己 還仰言要電擊騎士 並發出啪啪啪的電捕聲 當時路邊停的不少機車騎士們 都看傻了 當時騎士接受訪問 說當時自己剛起步 沒有騎很快 也沒有要撞遠景 看到遠景突然掏出電擊槍 也被嚇到 事發地點是在台中大渡區華山路 持電擊槍的遠景隸屬的 烏日分局公佈密錄器 解釋當時遠景在執行盤查 已經示意對方停車 但騎士沒有減速的跡象 才會拿出電擊槍示警 警方說當天晚上十點多 接獲民眾通報 有大批機車聚集才會前往盤查 強調沒有傷害當事人 事後比對車級資料 人員身分 確認沒有違規以後 就讓對方離去 也認為遠景的行為沒有違規 符合電擊槍的使用規定 而且吳蓮章峰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